歡迎收看民間特徵組 維護你我自己的權利 發揮獨立偵查的精神 我是賴麗茵 今天的陪審團是 司法資深記者范麗達 達哥 各位好 又見面了 好 那希望大家在看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現在是直播live的節目 可以把我們的連結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一起來參與討論 大家有任何提問要問達哥 或者是要問願檢的問題 我們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們會想辦法問到發言人 然後在下一集再回答給你們 那希望大家共同參與 今天這個主題非常的特別 因為在月底前前第一家庭的親家 趙玉柱還有富馬爺 趙建民就要入肩服行了 因為涉犯共同的內線交易法 趙玉柱是被判刑了四年 趙建民三年八個月 前台開董事長是三年八個月 寬平防訓負責人由示意是四年四個月 而他們的刑期的量刑呢 是因為他們的犯罪所得的多寡而求處 這樣的量刑而且判決 這是已經判決確定了喔 那為了防犯他們逃走 願檢還啟動了防逃機制 這個防逃機制呢就是讓重刑犯免於被逃走 也就是說他們只要一出家門 就會有警察跟監跟著 不是在保護他們 是監控他們 務必要在月底前把他們逮到監獄裡面去 那這個案子因為到現在已經15年了 所以大家也許有點忘記 我們現在就來回顧一下 台開內線交易案 權貴政商交易 他們是怎麼樣的交易法 來看一下這段VCR 扁家駒馬趙建民2005年 涉入台開炒股案 以往每次出庭總是45度仰頭 一副泰然自若不可一世的樣子 就連近看守所隔著鐵絲網代號2260的 趙建民45度回頭仰望自由的天空 更是經典畫面 如今炒股案經過15年禪送總算定驗 趙建民被判刑三年八個月 確定要入肩服刑 8月在台南老家旁邊 趙建民的新診所才剛風光開幕 如今對判決不願回應 整起事件要追溯到2005年 陳水扁跌任期 侵壓趙玉柱跟女婿趙建民 爆出台開炒股案 趙建民二度參加三檢驗 利用得知的內線消息 跟蘇德健有事宜等人炒股獲利上億元 案件從二省高院判刑七年 一路經過五度更省越判越輕 到了民進黨執政後 更務省只剩三年八個月 原判決與法並不合 不會被告等人的上訴 原案判決確定 趙建民宿的建判三年八個月 他的爸爸趙玉柱判刑四年 有事宜則是四年四個月 趙家父子確定罰監執行 而台北低檢目前也啟動防逃機制 受到眷政後 將傳還兩人斷案服刑 曾經的第一鞋馬捲入炒股案 刑期從七年一路腰斬 剩下三年多 不管以前多麼風光 現在還是得面對司法制裁 準備敦苦勞 記者 謝文翔 蔡宇山 台北採訪報導 來得不容易 那這個案子呢 到現在已經更無審了 可能大家有點忘記 我們先來跟大家 賤家富馬趙建民 2005年涉入台開炒股案 以往每次出庭總是45度仰頭 一副泰然自若 不可一世的樣子 好 我們剛剛已經有不過了 所以現在跟大家來回顧一下 台開案的大事記 至今15年前 2005年7月14號 台開董事長蘇德健 還有證券友人蔡清文 趙建民 趙玉柱 和游士義在三井燕參序 第二個禮拜 才隔一個禮拜二度參序 然後四天之後 趙建民 趙玉柱 就用減水棉的戶頭 買入台開股票 一次買了5000張 在10個月之後呢 檢調搜索 眼看時機成熟 總共有5個地方被發動搜索 那麼2006年5月 約談趙建民 趙玉柱 遭檢察官升壓 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新聞 2006年7月10號 北檢一違反證券交易法 內線交易罪 起訴趙建民求刑8個月 那麼到了2006年12月的時候呢 北院就判趙建民6年 趙玉柱5年6個月 再來呢就是 到2007年兩個人各判7年 跟一審跟二審也是維持7年 再來2015年這案件開花了 抬開案外案 趙玉柱呢因為侵佔了台灣省體育會桌球協會公款 被判刑1年2個月 而且已經之後就服刑完畢 2018年高院庚4省改判趙建民3年 趙玉柱2年6個月 蘇德建2年緩刑5年 由事宜2年 那麼去年呢 高院庚5省是變成了3年8個月 趙玉柱4年 而蘇德建是3年8個月 由事宜4年4個月 一直到現在庚5省全案定業 達哥為什麼求刑本刑是8年 最後判刑15年之後越拖越久 而判刑變成3年8個月 這樣子說的過去嗎 這個我們跑司法的記者有一句俗話 就是說一審依法判 二審減一半 最高發根審 最後都不算 那台語就是一審依法一審依法三審依法 天啊 那就是說案子會越判越輕 那其實剛剛立英手上的手法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一件 那關起訴的時候求刑8年 那一審是判6年 然後後來二審都是判7年 只有到庚4審的時候 庚4審是比較特別的 庚4審把趙建民他們都判到3年 判得非常輕而且還要緩刑 那到庚5審的時候 又把他判得很重 可是判得很重 最後還是只能夠判到3年8個月 或者是4年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牽涉到我們國家 有一個刑事妥訴審判法的規定 那在這個簡稱訴審法裡面 第7條規定 就是一個案子呢 從進到了法院之後 如果搞了8年 這個案子還沒有判決確定的話呢 那除非說這個案子 不能確定的原因 是因為被告本身在辭言 如果跟被告沒有關係 是法院的關係 或者案情太重大太繁複 然後造成這個案子不能確定的話 最後法官可以依職權 或者被告可以申請要求減刑 所以最後這庚5審的時候 因為這案子已經超過了8年 因為事實上已經到了15年了 所以法官雖然要重判 但是也不能重判 那按照訴訟法的規定的話 他必須要減刑 所以原來理論上呢 是應該要判差不多7年左右的案子 他就把它減成了3年8個月 是 這真的是判越久 減越多 不是領越多 在去年的時候 在庚4審那時候 還有看到新聞報導說 這個第一親家 還試圖想要用無罪 判可謂變成是無罪的方式 那最後是維持了原判 在庚5審 那這個案子來來回回那麼多次 就是在庚審之間 高院啊 最高法院好像對於這個 犯罪所得的金錢的金額 一直是每個人 都有每個人的看法 一直是談不攏 不是談不攏 是認知不一致 所以這個高院呢 最高院的法官後來用了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呢 一個叫做實質所得 而另外一個是叫做擬智所得 那實質所得就是把這個錢 他在賣股票的時候 跟這個原來當初買的價差 再乘以股數 那你治所得就是有些賬上 還沒有賣掉的 他就用這個重大消息公開的 10天的平均收盤價格 再去跟這個原來的股數 再去乘出來 那就變成是他所有的這個 所得的犯罪所得 那一般人買股票 當時這個台開公司的股票 在當時已經是打入了全額交割股 所以一般人應該是不會去買這樣的股票 但是趙建民跟趙玉柱卻 買了5000張一次投入了5000張 大概要2000多萬的費用 金額 然後在半年之間呢 他的股價就從3.51 然後暴升到20塊錢 這算一算呢 2000萬可以下時變成了1.2億元 這實在是暴利啊 但因為事實上我們知道民國94年的時候 台開這家公司的體質非常不好 所以他們裡面的信託部 本來要出售給日盛銀行 那如果出售的話呢 他可以減輕他自己本身的負債 但是為了要出售這個賠錢貨給日盛銀行 他還要幫日盛銀行 要先清闖這相關的債務 所以當時呢 台開就跟銀行辦理了聯合貸款 就是聯合受信案了 後來我們國內的幾家銀行 就聯合受信給他了165億元 這是非常大的一筆錢 那台開得到這筆錢去償還他的債務 而且把他的不良資產給處分掉之後呢 他們內部裡面估計 那台開的禁止可以從3億台幣 可以漲到18億台幣 那他如果禁止能夠一下從3億漲成了18億的話 他從原來的全額交給股 就可以變成是一般的正常交易 而且還現在轉型變成土地開發公司 對 所以事實上台開當時有一個這樣的內線消息 那你也就知道說 我如果在3塊錢左右的時候 進場去買台開的股票 當他變成一般交易的時候 他的股價一定會上漲 你就會有獲利的空間了 是如果一般股民知道的話 知道這個利多消息 當時一張只有3.5億 等於買一張就是351塊錢 3千3千5百多塊 1千股對 3千5百多塊 其實不貴 對那如果我一次買個幾百張 然後再等就擺著 然後等到他發布重大消息 那股價當然就會 就是晶晶漲啊 對 那真的是獲利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事實上如果你有內線消息的話 用借錢的方式去買這個股票 你基本上都還是會賺的 是 那當時事實上就是因為台開自己 董事長他自己本身知道這個內線消息 或許他是為了要討好第一家庭 或第一親家 所以就跟趙建民講這個事情啊 那當時包括趙建民在內有三個人 分別買了5000張5000張2100張 一共買了1萬2100張的股票 後來果然股價就暴漲了 那所以這個就涉及了內線交易 那這個案子為什麼會扯到這麼久呢 因為主要是內線交易法 就是證券交易法裡面有一個規定 就是如果不法所得是超過了1億元的話呢 他的刑責是在7年以上 是非常重的罪 但是如果不法所得是在1億元以下的話呢 他的刑責是3年以上到10年以下 所以有沒有超過1億元呢 就涉及到說這個罪是重還是輕啊 那因此其實幾個法官就在討論說 這個案子裡面有三個人買了股票 那他們的犯罪所得呢 是三個人要分開計算呢 還是三個人要合必一起計算 那另外呢他們買股票的時候呢 又繳交什麼交易稅啦 索契費呀 那這些成本要不要扣掉 那扣掉跟不扣掉 他們的獲利所得的確還是有差別哦 所以事實上最高法院就在這個非常 字節的問題裡面拼命的打轉 所以案子就在最高法院高等法院 就像打乒乓球一樣打了好幾年 是我據說有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就是對於這個高院呈上來的 這個裡面的計算方式哦 就覺得不妥也不對 然後就發回去 發回去但是也不講說到底要怎麼計算 才會是實際犯罪所得 所以以至於說趙建民趙玉柱的犯罪所得 在450萬到1億多這中間的金額在拉扯當中 到底是要怎麼計算 而牽扯到後面的刑期要判多久啦 或者是要關多久還是可以減刑 而且就在跟四省那時候 好像就剛好拖過了八年的時間 然後在這個飯局裡面 這就是很有名的 當時政經社會的三景彥 哇三景彥在這在座的 如果說是一般股民 因為大家不會去買那種雞蛋水膠股 或者是快要下市 我還特別去拉了一下他的K線 在2004年底還一度掉到1.39塊 好可怕 這種已經幾乎快要下市的股票 一般根本不會去碰 所以你要不是有參加那個飯局 而且有台開的新任董事長在座 就告訴你說這個是政府支持 買了絕對不會賠 買了絕對是一定會獲利 那對於這個第一親家來講 為什麼是找他們 為什麼不是找一般的人呢 為什麼我們沒有參與到對不對 那是不是也有門神的味道 所以當時就有人認為說 事實上當時的台開董事長蘇德健 他就是故意要討好第一家庭或第一親家 所以才會去釋放這樣的內線消息 那因此後來檢察單位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檢察官起訴了 法官在判決的時候 也講說事實上這是一個權貴犯罪 那他也講說事實上當時趙建民 雖然買股票的時候 最後他不是用他自己名義 是用他媽媽 就是趙玉柱先生的太太 撿水棉的名義去買的這些股票 但事實上他們是彼此都是知情的 那蘇德健為什麼要去討好第一親家呢 當然也是希望說在未來自己的仕途上面 能夠有所幫助有所發展 所以事實上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權錢交易 那因此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他是求重刑 求了八年的重刑 可是你知道像這種案子裡面 有時候法院他就是在這個非常小的 知為末節裡面拼命的打轉 甚至到了根室診的時候 還會認定說這個案子的犯罪所得不到1億元 然後把他們判得非常輕了 然後到當然檢察官不符 上訴到最高法院發回來根五審的時候 他又維持原來相同的見解 又說這個案事實上他的犯罪所得超過了1億元 所以要用那個政見交易法內線交易罪的第二項 用重刑來伺候他 但是事實上這案子已經拖過了這麼久 我們常常說遲到了正義他還賺正義嗎 一個案子拖過了15年 各位可能不知道 當時這個案子第一審的法官林孟宏林法官 他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的女兒才剛剛出生 15年後這個案子定業 他的女兒已經國中畢業了 國中畢業 所以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看到你一個案到15年之後 這個現在就算是判決確定了 這個正義他有實現嗎 是而且這15年當中呢 明明知道在一審 林孟宏法官就已經講說這是權貴交易 但是這15年當中還是可以照常開業 照常看病 不過據說他趙建民在看病的時候 其實他人是非常親切啦 那之後還有參與議診啦一些活動 所以似乎是有要回饋社會 但是他這些行為還是掩蓋不了 當初他內線交易所犯下的這些 這麼大金額的對股民的一些坑殺 我為什麼要說坑殺 因為當這個股價他半年之後從3塊 漲到了20塊然後又跌下來 其實如果股民要去追漲這一段的話 記得要下車是可以獲利的 但萬一來不及下車 又套牢了 對就套牢會套得很慘 你知道現在抬開股票 還是又回到4塊的水位 所以你中間如果沒有賣的話 其實是真的會被坑殺滿嚴重 而之後呢那三大的內線交易 三大的公開重大訊息也就發布了 其實真的如果你要是背景不是這麼硬 那沒有這個官股或政府的支持 因為當時是財政部讓他貸款了 165億的聯合這個融資案 這非常龐大 可以讓他一個體質這麼差的公司 可以轉身華麗轉身 而變成一個正常的公司 而且正常的買賣股票 大家也看好說 哇他的未來就是要做開發啦 還有土地的利用 以及當時的都更為老建築 政府政策都在大力的支持之下 他可以獲得165億 我還特別問了這個證券公司的高層 他們說當時呢 台開公司的信託部長年虧損 已經達到75億元 大多都是收不回來的呆帳 還有不良債券 而整個信託部門出售給日盛銀行之後 雖然會另外賠60億元 但結果可以減除信託部營運赤字 而且美化賬面 預期還可以獲得15億元的儲分利益 所以公司的淨值也就大大增加 加上他的那個股價就整個上漲 其實他的虧損就整個不見了 對其實這整件事情裡面 你應該說他們是全錢交易呢 或者說他們其實都有各自的盤算了 因為當時的台灣董事長蘇德健 他是從台灣銀行被派過來台開 擔任官股董事長 台開這家公司裡面他有官股跟民股 那兩邊的持股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那個時候擔任台開公司的監察人 是彰化銀行 彰化銀行手中的持股大概有13000張 將近4% 那彰化銀行看到台開的體質不太好 他決定要退出 那他因此要把他手中持有的4%的股票給賣掉 那當時的官股董事長蘇德健 他當然很擔心 因為如果說這4%的股票 在集中交易市場裡面公開賣掉的話 那收買到這些股票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那很可能民股的持股比例就會大過關股 他這個董事長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做不下去了就馬上又要換掉了 他因此也跟彰化銀行那邊就提出來說 你的股票呢不要到集中交易市場去買 我找特定人來買 特定人 然後一次把你的這個股票全部都買掉 買過來之後呢還是繼續支持我 我可以當關股的董事長 所以最後他就找了趙建民 找了尤士宜 找了蔡清文 他們三個人就把了 彰化銀行的那個 一萬兩千一百張股票就全部買了 那為什麼趙建民他們會願意買呢 因為價錢便宜啊 三塊三塊多 而蘇德健又跟他們保證說 你買了之後 這個將來我發布重大利多消息 他的股價一定會漲 絕對會賺錢 那在這麼樣的一個 意義的誘惑之下 其實一般人很難阻擋掉的 所以一方面蘇德健為了他自己能夠繼續當 抬開的董事長 二方面其他人發現有重大的內線消息 可以讓自己獲利 大家在這些利益前面或者在權勢前面 其實都很難抵擋的住誘惑 是 那這個他們怎麼樣個獲利的模式 在這邊也做了一個簡短的一個手板 給大家知道 這是寬平防汛的負責人由市一 95年5月11號15號兩天出托 大概是持有股票10個月 那3.5億塊買 賣出是20多塊 20塊多 那獲利就6647萬元 在蔡新文他是一個證券公司的副董事長 他在7月的時候三井宴結束之後 9月大概兩個月時間就賣出2100張 持有兩個月獲利是154萬多元 那趙建民跟趙玉柱就是94年11月 以減水民的帳戶賣出持續賣出 到101年 哇這時間放的蠻長的 可能沒有 只有前面有大量去賣 後面可能剩餘幾張就沒有理他 然後賣出了3722張獲利3398萬元 至今還有863張在戶頭裡面還沒有賣出 而這部分因為有賣出跟在戶頭上的 所以呢才會用這個擬智所得法 也是帳上的這個計算金額的方式 所以3000多萬加3000多萬加起來就是6000多萬 那4個人獲利就是1億多元 哇這個如果是一般小老百姓知道的訊息 難怪他的股價在發布重大訊息之後 然後連漲了4天漲停半 這4天呢就已經是超過三成 而同時間大盤是下跌的 下跌-1就是1%多 所以比較起來當時這個股價 台開突然有一個大量的 逆勢上漲 對非常的異常 也難怪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那檢調也是在10個月之後看時機成熟 就發動搜索 把他們這個一一的來搜索 而且來征序約談 這真的是權貴犯罪 對 因為其實在司法實務上面 內線交易是非常難查證的一件事情 非常難 對 因為你要去證明說 他的確有得到內線的消息 而且他買股票或賣股票 是因為這個內線消息 在裡面的關聯性是很難查證的 之前也曾經有類似的例子 就是可能有某個人 他可能是某一個公司的負責人等等 那他知道公司的重大訊息 然後他的配偶 他的配偶後來去買賣股票 那在重大訊息發布之前買賣股票 檢調單位後來說這是內線交易 可是他的配偶說不是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內線交易 是因為我先生 我太太在講電話的時候 我剛好路過 我聽到了 所以我就去買賣股票 並不是他通知我的 因此這不算內線交易 那後來你沒有辦法證明說 他是不是真的配偶跟他講的 還是他偷聽到了 後來這內線交易的確沒有成立 就沒有成立 真的很難辦啊 那這一次趙建民的案子 是因為他們真的有到山井去吃了兩次飯 這個吃飯的時候 你說他們沒有提到這個案子 基本上沒有誰會相信 而且後來他們在開店的時候 基本上又有承認說的確有談到 這個165億年代的事情 那因為他們自己有承認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內線交易才終於成局了 那最後還是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的犯罪所得有沒有超過1億元 有 那最麻煩的就是因為 檢水民戶頭裡面 還有800多張的股票沒有賣 那這800多張股票沒有賣呢 這股票的它的價值 應該算是買入價的3塊51呢 還是當時的市價20幾塊呢 這個事實上是法院一直就無法 無法確定的事情 所以這案子才會纏頌這麼多年 但是我覺得對老百姓來講 我們真的在乎的 不是這個枝枝節節的 股票賣了或沒賣 獲利9000萬還是1億 而是說正義能不能實現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一個案子放了15年 比一晚飯放到收掉了還可怕 那大家誰還會記得這是什麼爭議呢 是在這個量刑當中判決書裡面 對於蘇德堅他身為一個台開董事長 就法院法官有說 你身為一個大學經濟系畢業 而且取得1MBA 長期任職銀行從事金融業務 對於交易內線交易禁止規範 比一般人應該是更多認知 然後對於這個趙建民跟趙玉柱 更是趙建民他是醫生 大家都知道也是扁家的女婿 那言行受到全民的矚目 那麼他案發的時候呢 買賣股票已經有相當的投資經驗 他的知識程度跟地位高於一般的人 所以呢他跟趙玉柱共同買賣股票 顯然這個巨額的利益 他是不知節身自愛 應該要謹言盛行 造成社會大眾對於證交市場的 建成公平產生高度的疑慮 這個是法官在判決書裡面 對於第一親家做出了這樣的評語 應該身為表稅但是卻反其道而行 真的令一般人看的都是不能夠承受的 不能夠忍受的 那麼是這個月底就要乖乖進去入監 能不能乖乖進去呢 那提到這位最高法院的法官 邱忠義喔他也是非常特別 我們說司法要改革要獨立審判 必須要有好法官留職喔 因為這兩年其實司法人員離開退休 轉行去當律師的數字非常多 那邱忠義法官呢他同時也是審判 這個現依涵媽媽嘴咖啡館雙屍命案的 同一位法官他在這個審判 還有在判決過程有一些獨到的見解 而且也在這個案子也立下了 對於內線交易他的金額要怎麼計算 立下了一個範本 也就是剛剛講的一個實質所得 犯罪所得還有擬日所得在帳上 也是要被計算下去 那邱忠義法官呢 他在審刑意涵的時候 差點眼睛瞎掉呢 我們來看這位特別的法官 基本上高院的法官一個月差不多有22件的案子 那這是屬於中型案件 那22件平均一個月就要把22件截掉 22件指的是實際開庭案 還不包括採准積壓與否的雜想開庭 司法院統計全國高等法院 負責刑事的法官一個月平均近50件 民事法官一個月75件 一省的地方法院 刑民事法官分別是156和188件 案件量驚人 光想到連寫判決書都來不及了 簡直是非人所能做的事 濫告的非常多 現在需要靠著檢察官 靠著法官來幫他討債 刑事庭的法官還有檢察官 林陸展應該是要再兼發福 焦大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的 修法官可以說是司法界的傳奇人物 曾經在郵局上班 後來考上法官 從一省歷練起 幾乎以法任為家 公文來來回回太多 所以法官必須要留著清靜的時間 只有等著全部的人都下班的時候 法官才有安靜的時候 到半夜兩三點 最不見光的泡麵也必須要聚備 窄小的法官辦公室 櫃子一拉開 盡視 脫床 脫出來 就發現說這是個法官的小沙發床 每個法官都有 還有這個需要的話 有個小電鍋 可以蒸一個 鍋碗瓢盆都在這 省禮巴黎霜失案時 不眠不休寫下百頁判決書 和何一廷把謝一涵判一個死刑一個無期 認為他有與世隔絕的必要 因為只關心自己 對死者家屬無心以對 但遭到最高法院撤銷 改判無期徒刑 他尊重判決 買了書與絕望奮鬥給謝一涵 要他思考如何用盡餘身積極贖罪 還把眼睛弄壞了 可能一個法官一生當中要兩副眼睛 那我眼睛因為有超壞過 所以我去開過刀 辦公室狹小拉著一張小板凳要去哪呢 我替這個家的輪胎 你跟過來就對了 因為我們券太多 所以得放在這兒 繼續看 繼續審案子 坐在這兒 開始看哪邊的券翻就這樣翻券 這樣是這些全部都是我的保障 這些都是證物 滿倉庫的券宗 眼前那還只是三個案件 其他的塞到書記官辦公室 這些都是你的 都是我的 對啊 那我們後面還有 放到這個走廊 走廊來了 我這個乖乖到處放 而且呢 是要案件乖乖 順一點 不要讓案件開花 盡量要說 要整理整點 憲法保障法官終身職 黛玉佳 就是要讓法官獨立公正審判 做連結的守門人 不受外力影響 但驚人的案件量 加上民眾對司法信任低落 以及年輕改革等因素 不到退休年齡選擇離開的氛圍 正隱隱發酵 比較有理想性的 比較有憧憬的 都下去當律師的話 那留下來剩下了什麼人 會不會因為這樣改革 變成劣幣 巨逐良兵 我們去收一些就是 還有熱情的人進來這樣子 其實你現在還有熱情 我一直都有熱情啊 就是一個孤獨的走道 哇 達哥 他當法官真的還是要有熱情喔 不然案子可能會被這個外力干預啊 然後就這個熱情不見了 您現在還對記者工作還要熱情嗎 對新聞工作當然一直是很有熱情的 是 我們也是喔 所以剛剛講說折尖發福 那對於這個權貴犯案 也要折尖發福喔 我們大家都睜著眼睛來看 先來先來線上點點名喔 毛髮毛培芬 還有理睬金 以及這個抗日分子廖天丁喔 李佳榮還有路過的TOPGUN 還有這個彼得潘 後長劍士囉 謝謝囉 路過的LeoFu 還有還是佳榮 還有FSC 請大家幫我們把連結傳達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民間特徵組為民發聲 我們揭發不公不義的事情 還有達美樂 對齁 我才想到說這些影片是你們做 對啊 當然是我們做的 還有蘇貞昌 美根小 還有人這樣弄這個名字喔 真的是非常的符合時事 還有達斯維達 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好的 感謝大家參與 還有陳戴玲 把邱法官按個讚 好 謝謝 我們需要把這些連結分享出去 而且需要讓我們的司法 更獨裂運作不受外力介入 但是講到外力介入 這個權貴官員啊 如果講錯話污蔑了人 到底檢察官起不起訴啊 對 其實這個就涉及到檢察官對一個事情的看法怎麼去判斷 但在講到這個起不起訴之前 邱法官事情我補充一下好了 對 因為可能一般人不是那麼樣的了解邱中益邱法官呢 邱法官他原來是當檢察官 然後在法務部當調部辦事檢察官啊 那他個性真的是非常的熱情啊 那他在當檢察官的時候呢 他表達能力也很好 所以常常代表法務部跟司法院開會 那個時候開會呢 他基本上都站在法務部的立場 都在維持檢察官的尊嚴啊 那法院有很多對於刑事訴訟法裡面認為說 檢察官基本上跟法官的地位是不應該一樣的 他在這方面他其實是非常的抗拒啊 所以後來他主動申請調到法院去當法官 那其實是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鏡啊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他個性應該是比較適合當檢察官啊 而且他當檢察官的時候 那麼維護檢察官的身份跟地位還有立場啊 那調到法官去的時候他要怎麼去自圓其說 可是後來沒想到說他調到法院去的時候 他其實基本上處得還是蠻好的 但是在媽媽嘴的那個案子啊 那其實包括當時陳大的李嘉文教授 都曾經寫過文章批評他啊 為什麼呢因為法官跟檢察官不一樣 檢察官他負責就是偵查犯罪 他有宅間發福的責任是主動出擊的 法院呢他應該要有一個就是我心如勝 我心如蹭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而且在案子還沒有審判之前 你應該要保持無罪推定的這樣的立場 任何被告在你面前 法官都應該要先判斷他是無罪的 可是當時謝一涵第一次進到法庭的時候 邱綜藝法官就給了謝一涵一本書 《與絕望奮鬥》 然後問他說你認罪嗎 所以後來很多法律學者 都在批評邱綜藝法官 你這案子連審都還沒有審 連被告都還沒有問 你基本上就認定他犯罪了嘛 你基本上你就覺得說你應該判他死刑了 那你接下來你這個案子你怎麼可能會公正呢 所以這的確是讓很多人對他的有一些刑事作風 提出質疑的 那剛剛主持人他提到說 邱綜藝法官對於那個趙建民這個案子裡面的那個犯罪 他有一些有一些創建 可是基本上其實也不應該略人之美 因為這些創建基本上是 台灣官的法院跟武審的法官何一廷他們所做出來的 那他做出來的這樣的一個見解 到最高法院的時候邱綜藝他基本上他是支持的 他是至少沒有反對 可是如果說把人的功勞拉到自己身上 這樣講起來基本上也沒那麼厚道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法院的確是一個暗讀勞刑的地方 你看到邱綜藝法官的位置上面有那麼多的卷宗 這個真的不是這個不是違言聳心 這的確是事實 而且我們現在法官他真的是一個很辛苦的行業 真的是一個勞力密集的行業 你看你一個法官你要審理那麼多的案子 案子發回更審發回更審之後 他案件真的是會對到天花板去 所以你說有時候法官他要辦一個案子 他要怎麼樣能夠真的仔細的抽絲剝繭 把案子辦得出來其實真的是很困難的 是 我們去看的時候也是 他的這個櫃子一打開還放不下 還放到隔壁的辦公室 那還有檢察官也是認真辦案的檢察官 是從那個腳底堆那個案卷 一堆到天花板這進去 如果他不是打開門用這個密碼刷開門 讓我們參觀他的辦公室 一般外人可能很難了解 原來他們換算工時也是非常廉價的 對 所以很多法官到最後他就會覺得說 我幹嘛拿我自己的生命 拿我自己的青春 拿我自己健康抹到這些案子去呢 你要知道其實這些法官 他們一個月的待遇大概就十來萬 說高不高 說低不低 但是如果說他們今天不當法官 他們退下來當律師的話 輕輕鬆鬆都可以賺到比這樣的薪水 多兩三倍 甚至十幾倍以上的薪水 所以如果沒有真的具有理想 對司法抱持著希望他更好的這樣的熱情的話呢 其實真的很難在這個位置待下去 真的很難待下去啊 真的我還曾經聽過一位法官 他退下來當律師之後 他說我幫一個大老闆審這個幫他打官司 法庭上就只有一個法官 但是我們所有整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加起來十個可以一起幫老闆打官司 幫他去抽絲剝繭去把證據提供出來 但是法庭上就只有一個法官 你怎麼去一個人去鬥十個律師啊 那可以想見其實後來那個案子 也真的就是大老闆就贏了 對 就勝訴了耶 所以你知道說有時候打官司的時候 真的為什麼人家說有錢人 判身 無錢判死 因為他能夠運用的司法資源真的很多 那如果說對於法官來講 他或許也是這個樣子 當他遇到說這個被告他手上有很多律師 能夠提出各種意見或公訪的時候 法院對這個案子 他就不得不更加的仔細的去審酌他 但是如果對於一個老百姓 甚至他連法律的常識 專業知識都不懂 他到法庭裡面 他似乎就是變成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 這個時候你希望法官能夠站在被告的立場 替被告好好仔細想想 對他有利不利的證據都考慮 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法官的時間也是有限的 跟我們一樣都是24小時 當對於那種疑難雜症的案子 他花了大量的精神的時候 那對於這個仁丹事故的案子的時候 他可能很快就做出了決定了 對剛剛那個內線交易案的權貴犯罪 我們來看看這些人到了法庭上 當發現自己要被重判的時候 他們跟三井燕的意氣風發又不一樣了 你看蘇德健他就說 我年過七旬了 現在沒有工作 靠過去存款利息跟兒子補貼生活 尤士一說從事不動產 我是看好台開改之後 從事都更和容積率 與一轉的長期經營能力 所以為了要當董事 才買入台開股票 誤處罰网 趙季明說 我沒有用自己和他人的名義買股 他始終否認內線交易這件事 他跟他爸爸說我是在投資 那蔡清文證券公司的副董事長 他說台開關股當初跟總統選舉一樣 低空略過 就是關股跟民股 民股只有5比4 那差一席的話 可能他的這個 台開董作的蘇德健的位子 可能就會不爆 再來趙季就說 我已經70多歲了 我是校長退休 靠退休金再補貼過生活 你看當任何人在面對 要重判的時候 在法官面前 似乎又跟一般人一樣 跟這個希望能夠在法庭上 博取法官的同情 你就輕判我吧 我一定會改過的 他們現在講說 他們都現在都70幾歲 但15年他們不過也都50幾歲啊 還是年輕地壯的時候 而且別忘了 他們在這個整個股票交易裡面 獲利了1億多 換句話說 有多少股民 其實是被他們坑殺了 那這些股民 他們的損失又要找誰來賠償了 當你發現說你自己的犯罪行為 被發現的時候 在法院裡面哭乎哀求 這個是人之常情 但是如果說法院就因此 而對他們輕重的話 這是不是又代表說 另外一種的正義 沒有辦法得到了實現呢 是 這個案子 我們也在路上訪問了陪審團 來看我們的阿比特派員出擊 民間特徵組阿比特派員出擊 全民都是陪審團 殘送15年的抬開案呢 終於在日前呢 終於是最高法院終於是判刑定驗了 前總統陳水扁的女婿趙建民等人呢 因為涉嫌內憲交易 不法所得獲利超過1億元 但也因為呢 符合了訴審法的減刑要件 所以趙建民呢 最後被判刑了 三年八個月有期徒刑定驗 不過呢 你從這個案子呢 15年的判決來看呢 你可以看到呢 從一審的六年到二審的重刑七年 再到更三審的四年 到最後的三年 你有沒有一種感覺是說呢 案子越久越判越輕呢 透過民間特徵組的鏡頭 一起來討論 我只能講 台灣的法律是保護壞人的 為什麼 蛤 很明顯啊 怎麼做惡也無所謂啊 有錢就好了 而且越來越嚴重啊 殺人也沒事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台灣的法律是保護壞人的 現在是誰當政 民進黨 當然是為民進黨啊 對不對 國民黨當政的話就是為國民黨嘛 有人判那個二三十年都有了 還沒有去坐過牢的 對不對 你在那個台 那個誰啊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叫台 那個跑跑到大陸去 那個叫誰啊 跑到大陸去 那個東地市的那個老闆 有沒有 沒有好啊 他 他 政府真的不要讓他跑的話 他跑得了嗎 這是台灣很正常的現象啊 怎樣的現象 只要你有錢你就有辦法 然後你有沒有說台灣 台灣也有錢衰故也 有錢 有錢那鬼都拼你的話 都不敢抓你到圓碗那裡去 沒錢的人 這四顆都是沒錢的人 當然不要啦 為什麼 不自由啊 不自由 在外面空氣好 又自由 為什麼要看那個 身不帶來 事不帶去 如果是以我現在說 好啊 關了兩年賺了一億 真的 真的 偶爾靈業來關兩年賺一億 為什麼 因為現在 最重要的年輕人要在台北 或者在台灣這個地方 你要兩年賺了一億 不可能的事情啦 假如是我的話 一億關半年 我願意啦 因為我沒那麼有錢 台灣就是保護有錢人啊 台灣的法律就是保護有錢人 你為非作歹都無所謂 只要你有錢就好了 有錢就判生 沒錢的也判死啦 說這法律沒公平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啦 不要說他是陳水平的女婿 嗯 就是台灣的法律就 司法就是這樣 人拖盡量拖啊 拖過一年過一年 你知道台灣的司法有公平嗎 沒什麼公平的 就這樣 自力更生啦 以上是各個民眾的意見 正在看直播的你有什麼想法呢 也歡迎在聊天室裡面 跟我們一起互動喔 好了 聊天室裡面還有 喔 還是達斯維達 在線上喔 還有我們現在目前線上 1320個人 歡迎大家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還有肥魚雪 周一廖 李彩晶 還有 家榮路過的LeoFu 家榮 好 謝謝你們參與周一廖 好 Hello 我們都有看到你的留言了 還有打美了 你想吃披薩 好 現在是下午茶時間 也許肚子餓了喔 那剛剛講到這個權貴 我就想到 現在又有一個回鍋的這個 回到行政院任官的丁怡明喔 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最後污指來牛 商家用來牛 但檢察官卻要回推到 因為進口的就是 含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所以不起訴 那如果丁怡明 就這樣子無罪耶 那這樣子我蔬菜加了農藥 那這個有農藥的蔬菜 也是無毒的 可以這樣講嗎 因為最近有兩個丁丁都沒事了 丁怡明跟丁怡公都沒事了 丁怡公最近酒駕 然後造勢喔 其實雖然他的酒策並沒有達到那個公共危險罪的那個標準喔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在警方在辦案的時候 你只要酒駕然後造勢的話一定都會移送 那以前檢察官大概也都會起訴喔 那就算不就算認為說他行責還沒達到起訴的標準 至少也是還起訴 譬如說你要跟國庫捐錢啊 或者對被害人賠償或者是道歉等等喔 但是在丁怡公這個案子裡面呢 法院認為是 檢察官認為說 他基本上那個時候還沒有達到酒罪的程度 因為他還能夠自理啊等等 所以就認為說並不算公共危險 直接不起訴 我基本上蠻羨慕的 就如果說其他酒駕的人 酒駕當然不值得鼓勵 但是如果說其他微微喝了酒 然後被警察抓到的人 然後送到地檢署之後 檢察官都能夠用同樣標準來對付 對待這些人的話 我相信酒駕被起訴的被告 應該會少非常非常多 丁怡公其實是我們一個標杆 我們希望說以後能夠拿他的案子來 你去講反話 拿這個案子在 如果說你自己酒駕萬一被抓到的話呢 可以用這個案子來辯護跟檢察官說 其實有一個人也是這個樣子 檢察官你也不要參考他 那另外一個就是丁怡民這個案子 我覺得丁怡民這個案子 對於那一家牛肉麵的這個店家來講 真的是第二度的傷害 第二度傷害 那牛肉麵的店家 他第一是我們板橋的店家 他第一次拿到了台北牛肉麵獎 零減出的萊劑獎名 對他是很棒的 他很開心的 結果這個時候呢 丁怡民先教他一個冷水 說他那個是美國牛肉 是說是有萊克多巴胺的 對 這把他的傷害打到打到鼓底 真的是從天空打到地獄去 他會拿出來SGS的檢驗標準 是零減出啊沒有萊劑啊 對啊 好不容易他的商業慢慢地恢復了 現在檢察官說他進口的這個美牛 美牛小時候就吃過了萊劑 所以現在雖然已經減不出來 但是不但有說他之前沒有吃 那所以現在又說他等於是吃了萊劑的美牛 那你這對於這個店家來講 他是不是刻意的說謊呢 你不是要把他商業又再打到鼓底去了嗎 是而且衛福部發的台豬的這個標籤 這個不是有一個那個台豬 就任那個標籤貼在店家嗎 那也等於說這個都是沒有用的嘛 都廢紙一張 反正大家聽檢察官講 你都這貼紙都不用貼了 反正進口的肉全部都是含萊克多巴恩 哪怕他是零檢出 那這不是也打了衛福部還有政府官員 一個大臉嗎 大大的打下去 而針對這個萊克多巴恩的萊牛 就毒株不要進口 被打得最嚴重的應該就是這位神秘來賓 神秘來賓 可以出聲嗎 Hello 我們的神秘陪審團 嗨 嗨 蘇醫師 嗨 嗨 反萊肉專家 蘇醫師你好 嗨 嗨 哈囉 現在蘇醫師是在高雄的家裡面 跟我們來賓 是我們現在已經上線了蘇醫師 蘇醫師哈囉 嗨 嗨 嗨 聽到 聽得到我們嗎 聽得到我們嗎 好的蘇醫師在這個反萊豬上面呢 是非常非常的用力 那他也因此呢 以前是跟民進黨是他的同黨同志 是站在一邊 而後來先生是站在對立邊 而且還對他查水表 從去年查水表檢警傳換他傳票 然後退輔會還踹了你一腳 又把你找去問而且還寄過 這當然是過去一個白色巨塔的另外一個事情 那現在查水表的進度如何 哈囉蘇醫師聽得到聲音嗎 看得到嗎 哈囉 好像聽不太到的樣子 喔或者是蘇醫師在聽我們的連線的話會有delay的問題 如果是直接從youtube上面看的話 好蘇醫師可以講話嗎 是我們再請我們的團隊跟蘇醫師在聯繫一下好了 喔那今天是好不容易跟蘇醫師聯絡到了 那但是因為現在可能蘇醫師聽不到我們的聲音 是不是 好會有那個音訊delay的問題 好還是一樣是聽不到齁 好沒關係呢 那我們在這一次這個今天跟大家提的這個權貴政商之間大勾結的犯案的模式喔 讓大家了解 其實也是讓所有的這個違政者也是要有所警惕 那一旦被查到內線交易的話 他通常罪都蠻重的 所以這個案子真的是拖太久了 對其實剛剛講到蘇爾索醫師 可能因為技術問題他沒有辦法馬上跟我們連線了 但是我想幫他說幾句話 我覺得他現在應該感受特別的深刻 因為他長期以來他是比較支持民進黨的 其實你注意看台灣現在的整個政治氛文跟色彩 醫生這一個類別的人大部分都是比較支持民進黨 那律師也大概就比較支持民進黨 那可能他們跟從小所受的教育 或者說比較崇尚自由 對抗威權基本上是有關係的 那長期支持這個政黨 但是當遇到跟自己專業良知有關係的問題的時候 他還是應該要尊重自己專業 所以面對這個萊豬的問題的時候 蘇醫師他很勇敢的講出來說 萊豬這個東西對人體基本上是健康是有疑慮的 可是當他秉持他的專業講出了這樣的話的時候 他得罪了當道 得罪了整個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結果他現在受到了鋪天蓋地的追殺 我相信這個對於他自己來講 他的感受應該比一般人更深 如果說像是主持人 譬如說像中天電視 基本上從以前到現在的位置 就是一直站在政府的對立面 所以當政府對於一向媒體 產生了一些抗拒或打壓 這是媒體你本來你就會承受的待遇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樣特別的感覺 可是你被你自己的同黨同志 同志這樣子追殺的時候 你心裡是什麼樣的感想呢 或許那時候你要想想看 我當時跟我同黨同志 站在同一條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曾經有過這種 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那對於那些非我族類的人的言論 我是不是也曾經是有同樣的立場 去追殺過人家呢 現在這樣想想就會知道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 我們容不容許存在不同樣的聲音 如果一個社會裡面 只能夠出現一個聲音 這個社會不會有進步 這個社會它永遠就會變成一言堂 對這是很可怕的事情喔 因為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 不管今天是民進黨執政 或者是國民黨執政 或者是未來還有別的顏色執政 其實媒體哪怕是中天一樣 就是站在它的對立面 幫全民來監督 而今天呢我們這個特徵組 在民進黨剛上台的時候 就把它廢除了 所以我們現在開立了民間特徵組 讓大家來看看司法裡面 它是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 我們希望它是公正 永遠公正都是有正義的喔 那所以在民進特徵組這邊 我們會讓大家知道真相 而不會被認知作戰 給模糊了真相 好那我們現在再跟蘇醫師再連上線了 希望蘇醫師來跟大家聊聊近況 在被政府追殺查水表的過程當中 現在的生活還好嗎 因為它也面臨了很多網軍 還有塔律班的攻擊 連番式的攻擊 不管是粉絲業或者它在開直播的時候 那現在反而有更多支持它 加油為你加油的聲音 蘇醫師聽得到我們的聲音嗎 蘇醫師您現在被傳喚了之後 那你們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那你們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但是被傳喚了之後 就 站出來有很多人 鼓勵它站在它這邊 那就不去地檢署報道 直接說要來升壓 那就來擠壓我嘛 這真的是非常的勇敢 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捍衛言論自由 有很多種方式 一種就是說我們在被打壓之後 還是要持續的發生 那那一次我收到傳喚 當然我也到了地檢署 後來我決定不進去報導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如果收到傳喚 我就去說明一次 那它就可以再用其他的理由 再來發很多的傳教 那我們非常多的其他的像醫師 或者是一些大學的教授 他也可能針對這些公共事務 發表一些意見 那甚至大家也都在收到傳喚之後 就必須要去跟檢察官做說明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知識分子 厭惡被警察分訊 或者去跟地檢署的檢察官陳述 這不是自認為是犯罪 而是國家機器用這種方式 比如說我們談的這個 萊克多巴胺到底有沒有同性 我不是要親自檢察官的專業 而是說這樣的一個問題 應該是可以公開 比如說衛福部長陳時中 或者是實藥署的吳秀明署長 我們事實上是對這個公開辯論 我們也下過戰鬥 可是不願意公開辯論 他只願意讓 反對政府政策的人 進到地檢署那個衙門去 被他們當作像罪犯一樣的審問 這是我必須要準備去接受 是的 那這個蘇韋說醫師 他一直在堅守自己的立場跟崗位 而且在23號就是在這個禮拜六 也有這個罷免陳柏惟的運動 所以他也是站到第一線 從這個高雄然後到台中 他還是站在第一線 對於這個陳柏惟的一些 不適合的言論身為立委 該做的事而沒有做到 站到第一線來希望發動這個罷免 那這個其實是見仁見智喔 而且台中的選區 這次是要過7萬票 才有辦法罷免成功 好 那對於不適任的立委 我們也真的他幾次的言論 其實我們覺得說 你這是一個立委該做的事情嗎 而且對於這個萊豬進來 他還有一張照片是 這個上面蜜汁火腿 就是用美國豬肉 哇 好好吃喔 那其實這個是個人的選擇 你要吃你就多吃一點吧 對不對 那因此要附和這個錯誤的政策 我說錯誤的政策是在 萊豬是有毒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在我們下一代要吃 或者是每個人要吃 其實都不是都有史安的疑慮 那政府既然選擇要開放 但你又附和的沒有道理 就是一味的要大家一起吃 這你的論述是什麼 然後你在立法院 在國會殿堂的表現 幫全民發生了什麼 其實大家心裡都有數 對 其實蘇醫師不管說是被警察傳喚 或者是被法院傳喚 他將來不見得會被定罪 不見得會被罰錢 問題是這個程序 他就是對人民的一種騷擾 他這種程序呢 他基本上就是恐嚇人民 讓人民不能夠自由理性的 去討論任何公共事物 我們試想 如果我們現在都能夠公開討論說 外星人是不是存在 而不會被警察抓去傳喚 為什麼討論萊克多巴胺 對人體有沒有危害這件事情 會被視為是假訊息 會被視為是謠言 然後要被送到檢察官 送到地檢署 送到法院 或是送到警察局去接受偵訊呢 別忘了民國77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就是鄭南榮 他說我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你今天高檢署認為我是叛亂的話 你要來拘提我的話 你只能拘提我的屍體 最後高檢署在拘提他的時候 他就自焚而死了 民進黨上上下下都把鄭南榮 鄭南榮一輩子沒加入民進黨 鄭南榮沒有加入民進黨 民進黨上上下下都把鄭南榮 當成他們的神主牌 當成他們的標杆 今天民進黨對於這一些 主張言論自由的人 他竟然是用茶水表的方式去騷擾他 他怎麼對一起這些前輩呢 他應該說忘掉了吧 應該都忘光光了吧 這真的是一個執政黨 如果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真的下一次民意就會再把你換下來 另外要講 就像陳柏惟這件事情 雖然陳柏惟他可能覺得說 我在立法院裡面的質詢那些內容 照憲法的規定的話 我對院外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人民不能夠 因為我在立法院裡面問政的表現 來作為罷免我的理由 可是別忘了在民國85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群大概四十幾位 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去申請釋憲 他們認為就是說 立法委員或者是國大代表 他們在議會裡面的言論 對外雖然不負責任 但是人民是不是可以用他們的問政表現不良 來作為罷免的理由 後來大法官認為說 罷免權是人民的參政權之一 所以民意代表他的言論 對院外雖然不負責任 但是他在院內的言論 還是要接受選民的檢驗 如果選民覺得說 你的言論你的問政表現 不稱職的話 人民可以用這個理由罷免你 這樣的行為並不會違反憲法 所以thank you別忘了 當時這個是民進黨的立委 去申請大法官釋憲做出來的解釋 所以你們現在說 我在立法院的言論 不能作為罷免我們的理由 當時就是你們認為說 這是可以成為罷免你們自己的理由 為什麼有照一日 當你自己執政的時候 你們當著自己的主張 你們現在全部都忘掉了呢 對 那所以在言論自由 在現在台灣是非常的可貴 希望蘇醫師的例子 這個執政黨能夠 他現在算是收手了嗎 就是檢調收手了嗎 沒有再傳喚蘇醫師 那等到有朝一日 如果蘇醫師又有怎麼樣的行動的話 又要再做類似的徵搜的動作嗎 來恐嚇人民 不要講不要再討論這件事喔 那因為今天講的是 這個內線交易的案子 那現在最近這兩天 東洋的這個生計公司 因為去年採購BNT疫苗破局 現在檢調也26入的去搜索 別忘了 如果說他有內線交易的疑慮 現在有查到 總經理師俊良等17名員工可能涉案 那麼高端是不是也要查一查呢 是 事實上整個高端 他在上櫃的時候 大家別忘了 他那時候股票的那個價格 可真的是一飛沖天了 而且那個沖天情形 顯然比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台開的股票的那個 小屋見大屋啊 那那個漲幅才是真正的很可怕 所以如果司法單位 用這樣的力道去查東洋的話 是不是也要用同樣的力道 去查高端 這樣才能夠服眾呢 是 我們今天也非常 謝謝今天的神秘嘉賓 下次我們再好好來 跟蘇偉書醫師來聊一聊 而且蘇醫師對付網軍 有他的一套方法喔 就是我講我的你喜歡你就留下來 然後跟著討論 但你如果要發表相反的言論 也沒關係 那這個造成更多言論的討論 這也是一種多元言論的呈現 而今天呢 也非常謝謝各位的參與 還有人抖內喔 謝謝我們的網友 那今天我們的民間特徵組 就到這邊 還想看什麼樣的議題 還有達哥希望以後多多來 謝謝 讓我們了解說 古今中外 這個宗冠歷史有哪些引以為見 要讓執政黨引以為見的 一些特別的重要的判決案例 來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謝謝 我們到這邊結束 拜拜 拜拜 小明星期間 要聞一下 關卡 有關卡 什麼 真的 你們 有一個 感谢观看